歡迎回到新聞大追集的節目現場 投票日是一天一天逼近了 現在大家都在討論說 究竟會衝擊藍綠選情的因素有哪些呢 有些人就預估 可能就是所謂的棄保效應 大家都說宋鼠瑜就是關鍵的少數 但是時期你覺得 他這個票數的一個增長 對於藍綠究竟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我認為到現在這個階段 大概如果要有棄保行為的人 都已經做了決定了啦 所以如果你還希望說 可以再創造更大的棄保效應 然後來瓜分掉這個宋鼠瑜的選票 我會覺得效果恐怕不是那麼的大 那在這個最近這幾天的過程 我們也看到說 還是有一些人有一些期待 譬如說我覺得很奇怪的 就是說周錫瑋的發言 他過去跟宋鼠瑜是關係很好的 可是他就突然說 不要罵宋鼠瑜罵得那麼兇啦 因為還沒到最後關頭還不知道啊 就是又給人家留了一個想像的空間 想像的尾巴 那我覺得其實這對於宋鼠瑜來說 都是極度的不公平的 就畢竟他也多次的重申說 他絕對會參選到底 而且也的確了嘛 都已經選前最後一個禮拜了 然後你還要去挖苦人家說 不到最後關頭 還不知道我覺得多少都是對當事人的極度不尊重 更何況他的副手林瑞雄也在證監會的時候說 不管怎樣啦 我是一定會選到底 那所以不可能說主帥不選的 剩副手一個人在堅定的選到底 不可能 所以我認為說這一組人一定會選到底的 那既然選到底的話 別人就不應該想方設法的去搶他的票 就是你們應該想辦法的是說 各陣營都應該要盡可能的去開拓自己的選票 而不是說我鎖定這個目標這個人的票 我不能讓他多 我一定要吃完他的票 我會覺得這樣子很 不是一個正常的民主的選舉的過程 那我也覺得對宋楚瑜很不公平 那你說他的宋楚瑜的這個支持者 老實說都是三組候選人當中是最堅定的 他們會不會棄保 我會覺得說 其實因為棄保這件事情 我們大概從9月10月11月12月 每個月都在談這件事情 所以這件事情已經變成 教育了選民說 棄保這是一個議題 還有可能會發生 那所以經過這麼長時間的這個醞釀 擴散也好 或者是沉澱也好 其實選民的心裡面都已經做了決定 對 其實宋楚瑜 他自己對自己的選情 是非常的樂觀 他說所謂的棄保的消音 就是選民棄馬棄菜才會來保送 曹星你覺得他是不是過度樂觀呢 還是你覺得其實他確實還是有他的魅力 還是會有基本盤在 基本上如果候選人沒有這樣的一個堅定意志的話 他就算了嘛 所以他一定要有這樣的一個堅定意志 那問題就在這裡 就是這樣的堅定意志能不能讓他的支持者 接受或者因此而獲選嗎 那其實我們剛才講 講到所謂的棄保 到目前為止 就像實習講 沒有什麼好個嘛 早就要棄保 早就已經棄保了 所以在這個時候去談棄保 反而是對候選人的一個不尊重 所以我們認為今天宋楚瑜選 那我們蠻佩服他 堅持到底 那至於他到最後會不會顯得很難看 那就是他自己選的嘛 就是選民去選擇嘛 你選擇10萬 20萬 那會很難看的時候 那也是自己要堅持下去的一個決心 那到最後的結果自己要承受 說不定就像他講的 會顯得很好看也未必來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棄保我覺得已經不是目前 整個大選的一個要討論的主題 因為棄保基本上到目前來講 剩一禮拜的時間 根本就沒什麼好過 你真正要棄保 老得心中早有定見 你這個時候怎麼會去棄送選菜 或者是棄送飽馬呢 這個時候來講已經沒有用 尤其宋楚瑜在這次的整個選舉當中 他不斷的努力形成所謂的 第三關鍵少數 然而事實上 這是社會是很現實的嘛 包括最近幾天 還有報紙他過去的律師 林獻彤先生 那麼提出種種的 有關於新票案的一個說辭 甚至於在這個 他這個所謂的棄保的東西 涉及到所謂的這個選舉的違法 等等他都把他講得很清楚 所以這個時候已經產生效果了 在談只是假講而已 對 所以金平你覺得 其實這個棄保有直接在談嗎 還是你覺得可能 就是我心中已經有定見了 會投局就是會投局 我不會有什麼任何優利的選票了 當然到這個潔骨眼來講 大多數的選民 我相信心裡面 都一定會有一些定見了 但是這次的大選很奇妙之助 也在於說 這一次的棄保能做不能說 所謂棄保就是棄保棄保 顧名思義也就是 沒有在保小棄大的 通常都是保大棄小 因為保小棄大 那小的也當選不了 大的呢也落選了 那最後就是他們 那個不希望另外一組 候選能當選的狀況之下當選了 所以通常是那個大的危險了 有可能衝不過去 挺不過去 就好像跳高一樣 差那個幾公尺 所以要靠把小的犧牲掉 或者讓他變得更小 來保住大的 順利能夠過的那一關 所以才叫棄保嘛 過去從十幾年前 趙少跟陳水扁 還有黃大宗的市長選舉 一直一路到現在 台灣各自的 歷屆的中央跟地方級的 所有的選舉 大家都會喊出棄保 但是到了今年 2011年到2012年 這次的棄保 其實早在 大概去年年 下半年的時候 國慶就已經慢慢的撕破臉了 然後對宋楚瑜的 難聽的話 媒體上我們看到的 也講了不少 尤其到去年10月31號 馬英九的子弟兵 蘇俊斌 在台南競選立委的時候 公開對宋楚瑜 開了第一槍 氣保說 他故意用支持者 跟他聊天講的話說 投宋楚瑜 其實就是投蔡英文 惹得清兵黨不爽 揚言對蘇俊斌提告 然後他就說 我是跟支持者講 這是開第一槍 隔天接著之後 誰開第二槍 台北市市長 郝龍斌的父親 郝伯春先生 他開第二槍 呼籲宋楚瑜 不要做輕痛愁快的事情 大家把票集中給馬英九 有會的總會長召集人就是 陳振湘先生 以前的陸軍總司令 現在是國民黨列明 那個不分區立委 那個安全名單的 其中一個候選人 他也在那個所有的老將 在三軍軍官俱樂部集會的時候 也呼籲所有老將 然後也跟宋楚瑜喊話 來做一個某種程度的 形式不同的氣保 所以你看蘭營 在之前做了那麼多動作 那可以解讀為止 有點擦槍走火 在那個時候我剛講 從蘇俊斌到郝伯春 到中央軍事院校這些老將 後來蘭營高層 或透過管道 或透過那個吳敦義去跟這些人疏通 不要再喊了 你可以看到現在到了1月份的這邊 1月14號剩下十幾天 這種狀況不到之下 就是現在這種情形 大家都不敢喊 就是變成我們用做的就好了 不要說把宋楚瑜的票 能夠不要讓他 衝破多少萬票 多少萬票 就不要讓他衝破 把他壓低壓到最小 因為他們很擔心 一旦宋楚瑜過了那個門檻 是不是就讓馬英九 有落選的可能 所以他們現在反而低調 喘驅低調 不再罵他 連那個 你看一向有些 比較立場偏藍的媒體 去寫了一篇社論 也是跟蘇俊明一樣的論調 結果就被親民黨提告 所以這種話 反而在國民黨院台 卻選到最後1月14號 關鍵的幾天 連喊都不敢喊 用做的 直接在基層 可能有些基層 他輔選一些村裡座談說明 會用俄語 會去講 會呼籲集中選票 但是連文宣都不敢寫 那所以有變成這樣一個狀況 我覺得很吊詭 就在於說 他們以前之前是想說 為什麼會這樣做你知道嗎 就是怕同情票 灌注在宋楚瑜身上 國民黨用這樣的 旁大的政黨的資源 去打壓宋楚瑜的話 人家支持者會怎麼想 讓挺宋的更挺宋 更凝聚 就像剛剛曹新大跟實習講的 本來就有一群 挺宋的一些堅定的支持者 你讓他們更吃了 趁頭鐵的心 順便吸引了一些中間選民 或是本來同情老宋的人 都灌過去 國民黨其實他也很聰明 他看到這個狀況 不妙 他不能一直打宋 一面的打壓宋 只會引起更大的反彈 然後讓他的聲勢高漲 本來他不是親民黨說 宋楚瑜可以得110萬 220萬票 他這個情況 盡量邊緣化他 最後大家在選票上 雖然有好幾個候選人 三組候選人名字在上面 但是讓選民 只能夠集中了眼睛 他的目光 只看到蔡英文跟馬英九 其實國民黨要打的 就是這種算盤 是 好 我們看到 其實這次中選會就預估 這次的大選 一共會有1809萬個選舉人數 想要贏得勝利 其實藍綠都得拿出看家的本領 不過台灣 北中 南東 各個地區 其實各有不同的選民結構 藍綠到底要如何進行 最後衝刺呢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